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乡城说事 我们之前说了日治三年零八个月的惨痛日子 今天就说说这段日子之前的香港保卫战 十九世纪中期 日本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之下 天皇只是名义上的君主 失权掌握在幕府将军手里 当时推行闭关锁国政策 造成日本和外界隔绝 也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1853年 一支来自美国的艦队 适入江湖湾浦河海面 这支船船 因为船体被涂上有防止生售的黑色柏油 所以就被日本人叫做黑船 培里要求美国总统的国书 递交给日本官方 黑船的出现带给了日本莫大的骚动 当晚江湖城一片混乱 当时日本民间流传着一首歌 对这件事有描述的 Juok Giang 是一种日本茶 和蒸汽船的谐音是一模一样的 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尚喜赚就是蒸汽船 换成了太平梦 仅是需要四杯无夜冷眠 正正就是讽刺了莫府 仅仅被四艘黑船 搞到惊慌失措的荒谬局面 德川莫府不敢拒绝美国的要求 正值莫府将军德川家庆重病 莫府腦中阿波精华以此为由 称之需要有更多时间去做决定 由于培里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 也没有轻易动武 但培里的港元自己一年之后会再回来 随后就率领着整支艦队绕过江湖湾 7月17日 艦队离开了江湖 回到英国殖民地香港岛 10日之后 德川家庆病逝 1854年2月13日 培里率领九艘军艦逝入江湖湾 这次莫府主神无计可施 被迫和美国缔结了神奈川条约 美国用大炮打开了日本的国门 导致民族矛盾 加剧莫府统治的危机 黑船事件后 日本在西方的船坚炮利冲击之下 迫使德川莫府 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开关通商 开港通商后 日本经济受到极大的冲击 很多手工工厂都破产了 当时日本的黄金价格 低于世界市场的黄金价格 外国人用白银套靠黄金 造成日本大量黄金外流 同时造成市场混乱 物价飞涨 聋盟 城市贫民 和下级武士的处境 不断恶化 面对民族和社会危机 德川莫府束手无策 一部分中下级武士 联合西南薩摩帆 长州范为首 以及朝廷公卿 组成了军事联盟 发动了赌幕运动 1868年1月 赌幕派发动了黄正复古政变 强领幕府将军持冠立地 幕府统治正式结束 木人亲政 权力重归天皇 改年号为明治 明治政府上台后 推行由外到外的西式现代化改革 短短三十年的日本改变 饭天腹地 法制上仿效美国和德国 军事上私从英国和德国 实行征兵制 建立新军队 提倡中军 服从不怕死的武士道精神 经济上全面工业化 文化上学习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 西方礼仪 社会上废除四民制度 教育上推行义务教育等等 1889年 日本半部宪法 标志着日本自此 走上君主立片的道路 提外话说 原来明治为生 都和香港息息相关的 以后找影片再和大家说明治为生 与香港的关系 上面说到黑旋事件后 大量知识分子放弃了腐败的 中国奉建制度思想 吸收了西方思想 复杂瑜吉就提出了脱压入欧论 复杂瑜吉是谁 就是日本一万日子闭 头像那位男士 鼓吹日本应该放弃自古日本社会 崇尚的中国思想和瑜伽精神 力吹文明开化 引进了西方技术和西方制度 而仿后欧美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 亦都是提中之意 他主张学习欧美 同时将中国、朝鲜等等 亚洲伦邦视为野蛮美开的恶友 予以抛弃乃至侵力 1887年 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清国征土策略 此为日本侵华大陆政策的开端 第一步就是弓箭排弯 第二步就是吞併朝鲜 第三步就是进军满梦 第四步就是灭亡中国 第五步是征服亚洲 称霸世界实行八宏一语 军国主义兴起的原因可以很详细 因为蝙蝠问题我们长话短说 如果有讲漏了的 有请各位观众帮忙在评论区补充一下 自明智维生开始 军事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明智时期 日本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导者 无论是在军事、政治或商业范畴 都是前无事或无事后裔 他们共享一套价值观和世界观 1868年4月6日 明智维生奈何了序幕的时候 明智天王在《五条遇世文》和《遇不信》里 明确提到 日本对外方针是开拓万里波徒 报国威于死亡 19世纪后期 日本感到西方国家的轻视 在各种因素之下 日本决定扩立大独政策对外方针 1996年正式生效的明智宴法 规定了军部脱离内阁独立行驶军 是法律上确认了军国主义的重要标志 从此日本开始在国内实行军事独裁 宋伤没有士道精神 宋伤没有运长久 武力至上 军部在国家政权里占有特殊地位 额右重拳 在国外则推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 对双铃的中国、朝鲜加紧略夺 不断发动侵略战争 日本在吞併琉球后 进而发动革命战争 攻击中国的东北和山东 中国不让瑞士全军覆没 一举版导作清廷之后 签订马关条约 在日本控制朝鲜略夺台湾 索取大清白银2亿两的赔偿 加上三国玩尿 罪嫁了3千万两的赔偿 共相当于称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 亦都等于当时日本年度 国家预算4倍有多的巨额赔偿 日本用这笔赔偿金 建立了金本位制度 加速令到内部工业化 同时并取得尤先的宗主权 这战争大获传胜后 日本初尝胜果 并且初步栽生世界列强的队伍 西方列强自此 就以平等的态度面对日本了 但是维持这强地位 极度需要以来资源的部级 日本列岛其实都是缺乏资源 基础原料 像钢铁、石油和煤都需要进口 因此日本需要持续备战及牟球扩张 10年后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 日俄战争爆发 日本国势达到前所未有的地位 1905年日本强迫中国签订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 中国被迫增开了十六处窗户 并且在营口等地划分日租界等等 1907年日俄签订了日俄协定 日俄密约 承认彼此利益 并且将中国东北北部和内蒙古 广为日本势力范围 日本依靠南满铁路 而在本蒙地区殖民及自一战 日本加入了协约国阵营 亦是战胜的一方 自1894年起的二十多年之间 连续三场军事胜利 令日本军人骄傲 势力不断膨胀 军人都自认是天皇的子弟兵 殖民地都是扼打回来的 由于军方是直属天皇 在天皇神格化的地位之下 军方和政府内阁是平起平坐 甚至凌鸽在内阁之上 对于内阁政府来说 其实也很难驾驭军部 1930年代 正正是军国主义兴起的年代 1931年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侵略了中国东北 企口日本本土 发生了两件事件 令到军人对内阁的控制权 日益巩固 第一件事就是515事件 1932年5月15日 日本首相犬仰毅造到海军军官射杀 内阁占为军国主义的操控 以第一件事就是226事件 1936年2月26日 支持财军的前首相 和畅意削減军费的财政大臣被杀 日益首相为了平息军部的不满 恢复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官出任制度 至此政府内阁倾倒向军人 军国主义正式抬头 1937年7月7日 劳河桥事件爆发 日益正式侵华 日益用了一年时间 就已占领了华北、华东、华中 1938年10月12日 日军在香港附近的大瓦湾登陆 在10月21日就攻陷了广州 又在1939年5月攻陷了海南岛 而在深圳海一带的香港边界 日军和防守的香港英军正处于对峙的状态 虽然日本尚未准备好和英国开战 但香港的周边都已在日本势力的范围控制之下 达到1930年代 国际局势人益恶化 国际情勢及转直下 英国政府开始加强香港的防御 1932年 英国战医计划向香港增加了六门三寸高射炮 接着又增加了香港的海防炮 并且将原派驻上海的一营士兵 调回香港 此外 英国政府和军部彩立参谋长委员会的报告 在1934年开始在香港收据名为东方马其诺的醉酒湾防线 醉酒湾防线建计于新界南部和九龙半岛北部之间 连绵的多座山峰 并且利用该处的高地作为天然屏障 防线的起点在新界葵中一带的醉酒湾 即是现在葵方一带 由西向东 经过金山 城门水塘 佛甲山 狮子山 大老山 直到西贡牛尾海 串畅18公里 并且计划在华盛顿条约在1936年失效之后 在西贡 掌军路和赤柱等地增建炮台 面对日益紧张的局势 英国政府在1934年决定扩充军备 并且在1936年初批出撥款 给予各个英国领地加强国防 香港也取得了500万英铺 该不款项相当于现在数亿的英镑 比较香港当时的经济水平 香港获得的金额是非常庞大的 1934年12月 囚组专责应对敌军空袭香港的新部门 防空处在1939年正式成立 该部门负责统筹防空栋的建造工程 设置防空相关的民防设备 培训防空救护和灭火的人员 教育民众应对空袭 以及制定公众防空演练计划等工作 以期望达到降低香港遇到敌军空袭时的人命伤亡 防空处在1939年起便为超过6000人提供了防灾训练 并且引发小策子教育市民应对空袭的措施 去到1940年该处委派了督道员可以在进行防空演习 实施了灯火管制期间和在在战时候进入民居进行指导工作 踏入了1941年香港面对日军入侵的压力与日俱增 为了因应战争一旦爆发后的人力需求 政府呼吁香港市民参加义务性质的防空救护队 和后备灭火队等民防组织 驻港英军在1934年起 招募香港华人居民加入皇家炮兵 在1941年已经有大约150名本地居民 在英国的炮兵单位复役了 以此大战在1939年9月爆发后 香港实施了征兵制 规定香港在港居住的英国人参军 他们大部分都被编入属于后备军的 香港义勇防卫军或者皇家海军志愿预备队 而后备军也招募了华人居民参加 除了早已成立的香港义勇防卫军 香港政府也筹了新的军事单位 以补充驻港英军人数不足 香港华人集团军和晓氏兵团因此而成立 莫德比少将在1941年8月就任驻港英军司令 当时驻港英军陆军 有四个由正规军组成的步兵营 包括由英国本土派来的皇家苏格兰营 和默德塞克斯营 由英国印度派来的拉吉普营 和蓬借普营 除了这四个派来香港的步兵营 莫德比少在香港招募和组成的作战单位可供动用 包括了一营香港义勇防卫军 一连香港华人集团军 和一队晓氏兵团民兵 此外还有四团皇家炮兵 三连皇家弓兵 和约干过后勋部队 1941年9月29日 加拿大决定派出了皇家加拿大来福章 和温尼伯榴弹兵团第一营 增援驻港英军 因为1941年11月16日 有两营合共一 1975人的加拿大援兵抵港 守军正规步兵增加到六营 在1920年代 日本虽然还未正式计划攻打香港 但香港的情报活动却一直都非常活躍 日军自1920年代开始 就已经部署研究香港的情报 和进行的滲透 几乎大部分在香港的日本人 都曾经参与 例如以公开外交方式 组织商业考察团 曾经有三百多名 台湾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 在新界租用农地耕田 秘密架设电台 日本特务又用不同身份 刺探情报 最出名的 是来自日本情报人员当中 有一名在高罗士带酒店 任职理发师的山下先生 曾经为港督和其他官员展过头发 日本陆军参谋总部 至1926年起编收香港兵要地址 开始有系统地查探香港的布防和地理 1934年远山靖南大座编辑了 为攻略引领香港之兵要地址 并作战资料 详细探讨了香港的地形 防卫兵力、机场和跑台等等的军事设备 日本除了派出了间谍斥探 和外底除得情报之外 也透过香港的黑社会 意大利驻港领事馆和其他官员 搜集了各种情报 在说整个战况之前 我们先看看参战双方的兵力 首方英军大约有13500人 主要装备5架飞机 1艘驱逐艦、4艘炮艦、8艘鱼雷艇 29门海防炮 进攻封日本有4万人 主要装备52架飞机 1艘轻巡洋 3艘驱逐艦、4艘水雷艇、3艘炮 42门重炮 1941年11月 日本制定了南方作战计划 以地区被射分为不同的作战代号 香港时间1月41年12月8日 凌晨日军纪录开发 日军陆军25军率先登陆马来西亚东北部 而日本海军则偷襲珠港 凌晨2点30分 日军第23司令部发布暗号 已代表入侵香港的司作节正式开始 凌晨4点45分 珠港远东三军情报处 拦截到日军已经开始向英国开战的信息 珠港英军司令莫德比接获情报后 判断日军即将入侵香港 并且立即通报珠港英军各单位准备迎战 有限令部署在新界的两支前锋队 开始破坏通往九龙的各条条梁 道路和铁路 尽量拖曼日军在新界南下九龙的进度 上周7点30分之后 日军兵分两路 空军线后光泽啟德机场深水埗军营 而六军开始跨越深圳河进攻新界 第二三军联队主要由西线将功 经过新界西北和粉岭向感田平原行军 第二二九联队由东线将功 经过沙头角粉岭和沙头龙一大 向大埔行军 当时英军已经摧毁了落户等等的边境桥梁 并且撤退到大埔区和泰河 继续破坏工作 日军在上周11点以两路夹攻石湖区 但是当地并没有英军 随后日军则在下周1点攻入上水和粉岭 并且向感田平原和泰河开始步步进壁 由于没有受到大规模抵抗 日军很顺利地占领了新界 并且准备从左中游三翼进军聚走湾房 12月9日晚上 第二二八联队队长土井定七大座 才发动进攻 攻取了城门碉堡阵地 率先在醉酒湾房线打开缺口 迫使英军之后撤退到今生 并且因为英军要兵力不中 无法阻挡日军攻势 一夜之间醉酒湾房线就被日军突破了 英军为了保持实力 12月11日英军决定退守香港岛 自此新界和九龙半岛正式淋陷 从九龙撤退到香港岛的士兵 加上港岛岳及后被划生西雷和冬录 西雷由羅信指揮 без罗 dış 负责港岛西部 冬录由驾尼使指揮 负责港岛东部 罗信沿着港岛道路交会的王麦聪峡指揮部 并且凭着港岛队队长一直享有 professukaans 指揮权 至于华里士其实正在大坎峡� tee 而踏出指揮部 英軍退守港島後 由於第23軍和第38師團 都假定英軍會在九龍失守後投降 所以沒有制定進攻港島的作戰方案 酒井龍在13日上午暫時停火 並派市團向港督楊武奇勸降 但遭到後者即時回駐 日軍在下午恢復行動 一方面連續蘇日大規模 炮軍摩星嶺 秘魯澤、白沙灣、香港帝、西灣和叢林炮台 另一方面 日軍就要在短時間內 叮叮登陸港島的計劃 雙方重新部署期間 英日兩軍持續隔海炮兵戰 日軍並且每天派飛機空襲香港島 又組成了左右炮兵隊支援登陸戰 日軍將部署在九龍西部即紅磡 佔殺了的炮兵 編為右炮兵隊負責炮軍港島的西北岸 在九龍東部的炮兵就被牽為左炮兵隊 負責炮軍外跌罪灣去到北角的港島東北岸 左右炮兵隊在日軍即將登陸前密集炮軍沿岸的英軍陣地 掩護登陸部隊渡海 17日早上7時30分 日軍首次炮擊在維多利亞城的住宅區 銅鑼灣和堅尼地城租日軍跑光超過兩小時 這次行動明顯是針對在維多利亞城周邊的民居 日軍由派飛機空襲沙基灣和灣仔的防衛設施 並且刻意襲擊山頂和花園島一帶 企圖利用平民的性命要脅總督楊武奇投降 首後日軍暫時聯播 再次派出由多田督之中座及第二遣之艦隊的 後藤喜久夫中衛等人組成的圈航使團道海 試圖遊說總督楊武奇投降 當前來接銜的博莎少教強在皇后碼頭 當面轉達楊武奇拒絕投降的口信 令多田中座大感意外 多田中座仰言後 炮軍將不再考慮平民的安危 日軍在12月18日晚上 大舉環到維多利亞港 分別在北角、鎚魚聰、鎚幾彎 登陸全面進攻香港島 以及在皇位中莫兴良等地的首軍 和日軍就開始進行激戰 最後首軍因為兵力和武備不及入軍而戰敗 雖然後來有反攻行動 但仍然是不敵日軍 這次皇泥中俠戰役中 西雷指揮官羅順長將陣亡 21日下午 由於首軍已經無力扭轉八角 日軍實際上已經控制了大半個香港島 莫德比向總督楊武奇表示 英軍戰敗在職 為免造成更多士兵和平民傷亡 建議考慮投降 而楊武奇也隨即致電轉告倫敦 不過倫敦方面仍未完全掌握香港的戰局 亦不希望香港過早投降 碎弱了英軍在東南亞和其他戰場的士氣 英國首相優格爾早就已接駁日軍 登陸香港島的消息後 曾經時電香港不得考慮投降 22日起 隨著英軍在香港島的各條防線 漸漸被日軍擠壓分割 香港島的戰士逐漸分為中西部的山地 北岸市區 南部的淺水灣 和東南部的赤柱四個部份 但因為各區部份守軍 因為彈藥和兵力不足 各個戰區逐漸淪陷 赤柱尊防線的英軍開始失去組織抵禦 在24日深夜到25日凌晨 漸漸往後方的聖士提反書院 和赤柱炮台擺退 25日凌晨進攻聖士提反書院 英軍從後方防線開火射擊 22聯隊第二中隊躲避時 又受了於鐵絲網 唯有要求第三中隊從旺馬角度增援 及以噴火器逐退附近的英軍 凌晨4時 報仇深絕的日軍 在2229聯隊第二中隊攻入 作為戰地醫院的聖士提反書院後 展開大屠殺 不僅屠殺了病床上的傷兵 更加監察了留在戰地醫院的護士 10月25日早上 總督楊武奇發表了聖誕文高 並請文高中勉勵守軍繼續奮戰 日軍在上午7點去到9點暫時停火 供應軍考慮投降 不過楊武奇就在近中午時分 回覆香港上能抵抗拒拒絕投降 日軍隨即大舉將攻 英文各國據點不停遭受到日軍炮軍 和空襲 25日下午3點15分 莫德被報告總督楊武奇 香港守軍敗局已定 與其日軍可於旁晚時分 大舉攻入維多利亞城 請求總督楊武奇考慮投降 不但可避免持續巷戰 造成平民嚴重死傷 和日軍發動屠殺報復 亦可避免各路英軍在失去通訊後 繼續抵抗 引致不必要的死傷 馬上楊武奇和莫德被在日軍設計 半島酒店第23軍司令部 向日軍第23軍司令酒精龍正式投降 標記著香港開設3年08個月的日戰時期 曾經有人說過 英國無心亂戰防棄香港 戰時才會短短持續18天 但其實由戰時的慘烈程度 可以看得出 其實英軍打得非常堅定 英政府下令要求頑強抵抗 更加拒絕戰時中斷日軍的招降 當時守軍由不同族裔的士兵 為香港抵抗外敵入侵的戰役 我們最不可以忘記的 除了離鄉別井 去到一個陌生的二千多名加拿大士兵 亦不能忘記 戰爭從來都是殘酷的 所以我們要好好珍惜現在的和平 今天的節目就說到這裡 日軍入城之後 其實做了很多不少殘延害香港市民的事 以後我們再說一下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like share和訂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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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